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看到在四目基金的巨人黑石集团Blackstone的副董事长 已经发布了在今年十大惊奇的预测 包括美国股市在未来一年大致会是持平 而在期间回档修正的幅度不会超过20% 而金价会扬眉土气上涨到历史的高点 美国的原油价格也有可能会飙上每桶100美元 这些消息听起来不怎么漂亮呢 在现在的十大近期 包括了企业的盈余节会很强 碰到的利率节节升高 导致美国S&P500在今年绕了一圈 会回到原点形成持平的局面 而部分的大宗商品会回跌 而另外债势也会开始回应 通货膨胀走高和连准会加速缩减购债 另外尽管在今年年初我们现在还是在Omicron的威胁 但是到了年底群聚和集会活动就渴望恢复到疫情的水准 而谈到了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的决策官员为了稳住房市 将会要打击投机性的投资 这应该来讲是好消息 而谈金价将会大涨超过20% 涨上历史的新高点 主要的产油国增量会加 它的增加速度跟不上需求 所以我们西德州的终极原油 这个会上涨到100美元一桶的价格 开车那可就成了一个奢侈的享受了 然后核能可能会作为替代的发电能源 而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的原则 会从企业政策声明一直延伸到政府的政策上去 最后就是看到美国会积极的发展电动车 可是却找不到足够的锂电池 对于美国的绿能计划将会是一个大的挫败 这些都是传奇投资人对于在今年的一个语言了 那么谈到了这个疫苗方面呢 我们也看到英国演义这个研发AZ 新冠疫苗的牛津疫苗小组的主任 他说除非有足够的证据 能够证明必须注射第四剂疫苗 否则英国是不应该贸然推动第四剂的 他也说每六个月就给每个人去打加强针 这种方式大概没办法持续下去的 那么他也说未来的免疫策略 应该是针对最脆弱的人 而不是所有的成人 事实上呢 我们在打过了疫苗 基本的疫苗之后 应该让我们的身体可以暴露在正常的环境下面 因为有了基本的疫苗 应该可以保护我们自己 而我们不能够完全靠疫苗 更重要 更重要的是 能够有自己的抗体 我们的这个疫苗系统能够动起来 能够产生抗体 帮助我们抵抗 所以真的每六个月来打一剂加强剂 那真的并不是一个上上策 我们不能够靠外力 一直靠着疫苗 而是疫苗提供基本保护之后 要靠我们自己的身体的抵抗力 来产生更好的保护 而在世卫组织的官员 也在今天说 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 Omicron变异株 它主要影响的是上呼吸道 因此染疫症状 也会比其他的变异株更轻微 那么在现在世卫官员 说呢 Omicron的高传染力 意味数个礼拜之内 它就会在许多的地方 成为主流病毒 而且对没有接种疫苗 人口的比例较高的国家 构成了威胁 而最近最早发现 Omicron国家之一的南非 也有研究说 Omicron引发重症的风险 相较Delta 或者是其他传统的 在早 这个传统的 COVID-19的病毒相比的话 是比较轻的 不过呢 在英国因为 在包括了圣诞节 包括了年假之后 现在英国在重新 回到工作岗位之际 COVID-19的 Omicron变异株的疫情 倒是在英国造成了 医护人员短缺 现在英国各大医院 恐怕会面临的是 在这一方面 人员不足的一个威胁了 而以色列总理班奈特 则在今天引述 在以色列内部的研究 初步结果显示 打完了第四季 COVID-19疫苗 一个礼拜之后 这个 这个 我们身体里面的抗体 可以增加到原来的五倍 不是两倍 是五倍 不是翻了一倍 而是翻了一倍 又一倍 再一倍了 他们表示呢 这个变异株 在以色列基增之际 在以色列的医疗中心 也针对自家旗下员工 进行COVID-19的疫苗 第二剂的追加剂的试验 而现在呢 另外的试验就是 打第四剂疫苗之后 在体内的抗体 可以变为 增强为原来的五倍 好 这都是和Omicron 和现在COVID-19 疫情和疫苗相关的 下边我们在其他的新闻 包括了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在4号晚上 在东京与驻中国大使 陈秀夫聚餐之后 那么在参加电视的访问节目当中 他没有办法透露 两个人会谈的内容 不过呢 倒是说 谈结了欧美 对中国的外交 以及日本应该展现 高明外交的 这一个未来的方向 另外呢 也看到呢 中国跟美国等五个国家 昨天联合发表了 防止核战的声明之后 现在中国外交部官员 在今天则说 中国没有大幅扩张核武库的这个计划 但是还是会继续的更新 核武的库 核武库使得它更为现代化 好的朋友们 这就是带给大家 在今天我们的五件新闻 胡美剑在这为朋友们编辑播报 也再度谢谢大家的收听 让我们在这里稍微休息一会儿 稍后呢 我们再和听众朋友一块收听 接下来的节目 接下来的节目 节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